大陸吉林岩边朝鲜族自治州 岩边大学的附近100多家咖啡厅 疫情解封后生意逐渐好转 最多一天就买700到800倍 然后当地客人也是 回头客也特别特别多 一天现在就可以达到300到400倍左右吧 不只大陆东北 北京的三里屯商圈 一家面包店正大排长龙 疫情也刚放开嘛 尤其大学生就都出来打卡 然后我觉得大家还是靠那些小龙叔抖音 想要看那些推销然后就来排队了 有了消费力 大陆18号公布的第一季GDP增长4.5% 高于市场预期的4% 而第一季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年增5.8% 同样高于市场预期 中国的东西比英国和美国更加开放 但是它很忙碌 很多人都想来买东西 所以它很棒 我觉得这个国家是增加了 镜头转到香港 三年的疫情让不少香港民众减少外出 超市捕获次数增加了 今年第一季 香港超市的价格也比疫情前高了一成二 同时香港还出现鸡蛋黄 近期出现鸡蛋坊 其中一家网上超市有卖的三款鸡蛋 平均的售价是上升近一成至两成 在香港超市罐头食品长得特别凶超过了三成 奶油 茶包和起司年长一至一成半 而酒类饮品则跌幅最大 其中葡萄酒平均的售价下跌5.1% TVBS新闻叶俊宏 陈湘如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